也太多了 欺诸众生 虽具天眼 又能遍其形色 光向民宿 即总宣说者不去真去 这是说西方极乐世界的菩萨 菩萨很多 还得阿弥陀佛威神加持 他们知不知道呢 他们也不知道 他们也没办法 你要问他有多少种类 他说不上来 问他有多少数量 他也说不上来 唯佛与佛方能究竟 等着一下的菩萨 都没有办法说得出来 这是总说西方极乐世界 物质环境之美 属生 摩作佛师 各种无量色树 这是在一切 这个物像里头 举出一个例子 树木 我们很欢喜 新加坡的树很多 在我们想象当中 大概 摄放入佛世界 一切众生 对于树木花草 都喜欢 都有同样的爱好 佛在此地 指出这个例子 五无量色 可见这个树美 五量色 高或轻由群 白轻由群 这树这高 白轻由群 一由群 由群是古印度长度的单位 一由群 这个由群由大中小 大由群 古时候 挤在和我们中国 八十里 中由群 六十里 小由群 四十里 八十里 古时候讲的这个 度量痕 这个里 比我们现在要短 就是它度量痕 痴比我们短 诸位要看看 红叶大丝 绿学 三十一种 里面有一篇 周车 周朝时候 那个痴 它有一个考察 那个时候的一吃 大概像我们现在的试吃 可能只有六寸的样子 所以经上记载 从前人身高丈二 我们看见了 现在都 巨人现在都看不到了 其实现在有 大概是 九十几公分的 就有那个时候的丈二 那个时候的吃短 我们明白这个真相 就知道 就不会奇怪了 但是不管怎么样短 不轻由群的 非常非常高 如果照这个数字来说 这个数要是在我们地球上 可能数点就达到月亮了 达到月球了 这么高的数 为什么有这么高的数呢 西方极乐世界 人高大 我们这个身体到西方极乐世界 人家看起来像蚂蚁一样 是黑小 这我们没有福报 烈焰神 所以他们得生下大 你看我们赞福记里面 赞叹这个阿弥陀佛 薄豪婉转无须迷 甘木晨清四大海 那佛的像那么大 每一个人身相跟阿弥陀佛一样 都是那么大的像 如果像我们这个树木 再高大的这个树 到西方极乐世界都没看见 太小了 太小了 看不见了 一定是这么大 他才能够相撑 这个要懂的 这个道场树啊 就更庄严了 道场树高四百万里 道场是佛讲经说法的场所 而佛讲经说法的场所很多 处处有佛的化身 那么也许这个地方讲的是佛报身说法的场所 但是西方世界发身 报身 硬发身都和在一起 都是融通的 司徒也在一起 那么这是说明佛处处说法的 也是到处都能够见得到的 那么这种景观呢 诸佛萨中虽有善根劣者也能了知 为什么 这一两样我们知道 像我们在这个地球上 你说地球上 这个植物动物有多少种类 我们搞不清楚 你说树木大概我们可以能够说得出几样 情况跟这个相仿佛 更殊胜不可思议地在地下 欲见祝福 敬过庄严 谢于宝树见见 犹如明镜独其面相 若不而者不去争取 这个就西游了 假如我们要想见他放世界 比如说我们升到极乐世界了 我们对于这个地球上很挂念 刚刚离开这个地方 不晓得情况如何了 我们这边现象就像那个电视一样 在这个树里行间就现象了 我们